日前微博曝光了一段,朴树参加鲁玉有约的节目画面,画面中,鲁玉来到了朴树的别墅,这也是朴树家的首次曝光,据说,朴树新唱片的录音工作,大多数也是在这里完成的,朴树在节目中也提到,家里基本上很少开空调,都是为了自己的宠物才开,朴树的家布置得非常简单,单看鲁玉和她聊天的状态,她是非常放松的,早前朴树曾因为缺钱话题登上热搜,去年跨界歌王朴树说她参加,原因是,我这一段真的需要 要钱,今年朴树是王乐丹的帮助嘉宾,在问她为什么要来时,朴树说,靠这个赚钱人得吃饭,此次朴树曝光也引发了网友的争议,评论中有网友质疑她不是没钱吗,但还是有很多网友力挺朴树,一人再穷,可能连个房子都没得住,她都出名那么多年了,难道真的一点钱都没有啊?朴树是都市丛林中的行银诗人,朴树自己也在歌词中写道,我是金子,我要发光的,朴树本名朴树,1973年11月8日出生于南京,中国内地男歌手,朴树成长于北京, 都是北大教授